大家好,我是來源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 幻想真鏡巨師十月困惱模式超低配滿星通關攻略 這個 我們的目標就是滿星通關 然後呢 角色練度是 四星角色基本上命做都是在三命以下 然後 五星也是沒有 沒有五星補血 四星基本上也是經練一 或者經練二這樣 五星角色我這邊 只有自己的 克洛琳德可以帶 然後 我借了一個好友的三加一雷神 電度算是比較高的 主要就是這樣情況 然後這裡 第一關我們 儘量是選擇 小寶或者遺跡龍獸 這種 就是 比較 怪物比較少的 就 就不需要 巨怪因為 這種我們沒辦法帶萬葉的情況下 巨怪是非常困難 所以儘量是找那些 要集中然後偏向單體的 怪 這樣就比較好打 這裡我們也是選了全部都是適用的角色 雕蟲小 雕蟲小劑 重疊 劍出 引髓 這裡 最期的buff 覺得是那個 超載 或者結晶 雷結晶 火結晶 都是 第一層是給相應的 增傷的 第二層 第三層會有 就是 額外的元素傷害 就是到後面 比如你只帶一個雷 然後造成雷 傷害他會 額外加火傷害 就是這樣你就已經打出 不需要帶佛也能打出這個 超載 然後遲到他的增傷 就這樣 操作是比較下犯的 又我這麼 低水平的操作也是能夠滿心的 適用角色還是 比較好用 只是敲 見光如我 斬盡無雜 可別眨眼 剩有棒擊 你的性影 開打波 或 造效武器 去吧 人 黑 人 這裡也是 不要極限滿心 類我們選 炎祖 炎祖 只能說剩一物都滿極的 當併作其實是沒有滿的 因為 那個炎之硬我還沒有探索夠 兌換不了 重量啦 這裡我們選的香菱 香菱是比較強有力的一個 幫手 但是亮度其實不高 雙爆應該是50的 110左右 我看有些博主他們的中關攻略 雖然說 呃 但是 傳承他們的練度我感覺是比較高 這裡我們選這個 這個怪 是 呃 就是 那個 修修人油俠 加那個 修修網 雙修修網 還是冰修修網 然後 我們帶一些火 是比較 普特盾的雷也行 所以我最終是帶的克勤 是因為不想佔用 炎度比較高的 紅呂 紅呂 其實 雙爆應該是 兩百四 兩百三十分吧 是攻擊杯 但是命座是三命 然後帶的是 覺醒 月 月 最後通尼 再打 速速就行 呃 因為 天啊 只有 拔死騎了 然後 隱隨 命座不是很高 其實是存膚吧 傷害也不算特別高 然後是攻擊杯 後手武器 這裡用的也全是適用 圓 ㄟ 黑 ㄟ ㄟ ㄟ 別擺被攻 可別眨眼 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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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ed ㄟ ㄟ 翡翡 track 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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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雪王的盾是不是影響他的抗性 但是 就是有盾的狀態下 他是會有更引出 他的攻擊力會更高 然後就是所謂的防爆模式 然後他的出招也會更加要求 就是間隔會更短 是不影響抗性 所以其實破不破盾這個影響不大 這裡也是不要極限 第一間不是極限這裡是極限 這裡選了嘉明 嘉明對那個水患人是比較好打 嘉明我帶的是獵人 嘉明是藍末 但是 練度是非常低 應該雙爆是40的 這次就算你150左右吧 40的150 再來補 當然是獵人 這裡是水患人 那個選卡片的時候有角色又選角色 然後也可以選那些爭議 對應的爭議 先知是比較強的 所以我們這裡打BOSS可以用來補一下傷害 後台障礙是非常高的 這裡我們是嘉明 可以穩定中法 這是比較有合理 好 如果沒有嘉明的話 呃 不知道 反正當著送嘛 萊登鞋是送文類的 應該沒有嘉明也可以買賢通館 這裡是 如果你有相鄰念度高一點的話 講不通就打點囉 開鍋了開鍋了 你看我這裡剩的時間還是比較多 我會算差不多30秒 這可以選班尼特 六星火神嘛 不過我只有 一命還是二命 所以其實 就是 也是 也是比較 就是 不是很理想的一個狀態 相鄰是3米 甚至沒有4米 射命比較關鍵 那個 增長 那個風火輪的 持續實踐 接下來我們選了 柯洛琳德 柯洛琳德也是我傷害 電鍍甚至是比較高的 四代的是那個 精煉一階的 那個 海淵 然後 80級沒突破 我的耗機有四出五級嘛 所以不能突破 柯洛琳德的 面板應該是 70級 差不多80的 180左右 東寶 分數也是比較高的 是240分左右 是攻擊盃 劍槍 所以傷害 也是有差距 GH吧 風裂盃 還是布魯雷傷盃 所以 這裡打小寶是 正守這個 牌子的話 證實的話是 我們只要耗這個時間 就可以脫座上 它傷害也不高 我們也有 我自己身子沒有奶 我身子沒有蛋奶 那也不高 不過據說 就是有時候你會刷到那種 就是高壓的 的這個正守的話 那個傷害應該是比較高的 我大號小號 就兩次都沒有刷出來 所以我也忘了 臭的就是什麼藥 就是 這 黑浪度 黑浪度 呃 加冥對丹恩的情況下 是很難 很難跟他耗的 只有 如果相鄰的練度比較高 知道你 或者有班尼策的情況下 可以 那個去打耶 那個我覺得也不算難打 但是 底頓這 呃可能 還是要練度比較高 或者至少是正常的練度 或者至少是正常的練度 我這個算是非常低練 那實言之靶 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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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夜是臉時 就是 上個版本知道 這個版本也是火雷劍 才匆匆忙忙 拉的等級 天賦沒升 天賦基本上都是沒升的 出來 靠 按這裡把它拖了兩 哎呦 過了 呃 神秘的收穫的話 它是有一個成就的 所以如果你有追求那個 成就的完成的話可以選 但是 呃 我的評價是 有時候性越好 運氣好的話 可以 就是抽到那種 呃 恢復耐力值的 那就非常好 就把 呃 可以給那些已經下場的決策 重新上場 但是補充你的那個 決策 辭子 是非常好 但是 概率很低吧 我最近都沒什麼遇到 這裡我們沒有奶 這個是非常難打那個流血狗 所以 那我最終還是重置了一下這個事件 但是免費的神秘祝福還是要拿了 比如說這裡就 只是刷到了一個 那個 轉換耐力值 但我最終還是沒有選 這裡我們還是繼續選小寶 有小寶選的話 你選小寶 選小寶的話 現在是比較好打的感覺 時不時我們可以看一下 還剩多少個 呃 多少層要打 然後我們這裡有兩個大使 一個是雷神 一個是 科洛琳德 在這檔情況下 我們只有四間了嘛 兩個大C 各有兩個耐力值 都可以 就是每 每一間可以上一個大C 涉獵行物 這個隊伍的分配還在比較重要 算他 其實我這是重新打了一次 第一次的時候就 前面把那個都用完了 所以之後那一間 所以之後那一間 血神也不是這種那一間 就是倒數第二節那個小怪的 會不會被寫 時間來不及的 那一間也是打 打龍獸好像是 經常會刷到打龍獸的那一間 然後龍獸的血量其實是比較厚的 起來囉 動輕入滅 足為火一龍 一動 至於那個雷神的話 如果你們好友沒有的話 應該很多都會有吧 其實 頂命雷神就差不多可以打 然後如果有福人或者之類的 是福桃還是比較難打 福桃 所以有仆人或者雷神的話 就借吧 借別人的 這科路琳德如果沒有的話 比如說迪路克啊 還有 如果你自己有雷神的話 也是可以帶 科路琳德我相信 我感覺應該是 但是抽人員不是很多 但其實他傷害也 並不是非常亮眼 只是說 就是五星的水平 五星的中等偏上的水平 至於有仆人或者雷神 都可以把這個位置換掉 然後再借別人的雷神 或者 就借別人的練度更高的 所以沒有什麼好選 這種buff 這一期buff一般般嘛 上一期那個 綻放跟中發的就非常強 有人甚至 在網上看到的羽人 馬拉尼一波是打荷包 網999 還是非常給力 這裡我們來去上科路琳德 然後我選了雙眼 我留了一個牽肢跟那個 卡其納 卡其納破盾結實是滿快的 打這個人馬 卡其納破盾結實是向師傅的槍把 任何藥魂馬 在科路琳德西斯達 抽載 並沒有起到理想等的效果 他鋪盾並不是很快 抽載雖然說是有那個 很比較強的爆炸傷害 鋪盾還是比較強的 還是很多時候沒有活體 絕對是 如果有個相連的話 我帶以前 但是相連殖慾時間不長 他破盾後是負抗性 反正是負70% 這個人吧 所以 因為有人拿他來打 好不好 卡其納破盾 還是比較快 然後牽肢破盾 講不中 就雜點了 卡其納是 啊 送的吧 可以提前那個 開那個任務 然後拿一下 我也是零面 零面卡其納 這個他跟命座關係不大 這箱連都沒有了 一樣打 也是送了10秒 11秒 可以選個安博 安博 安博 安博是為了 後面可能可以錯誤雙虎 或你之類的 加一下攻擊 安博也是連石墊的 但即使你墊了多好 他本身是沒有多少傷害 因為大家一般都沒什麼命座 如果玩就更是0命了 然後 啊 聖遺物是 隨便給的 天賦也沒有拉 武器是 彈弓王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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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縫 旺 免費的神秘事件可以選 這個精銳來 其實是 不算難打的 如果你有 不要強的 出說的話 比如說 練度稍高一點的 相鄰 相斑 或者 就我這裡戒的 明天的雷神 雷神其實自己就可以打 然後我錯了一個雙無 這一隊其實 最後一點 我也是 用這個打 雙起來吧 倒光 意識永恆 雷神其實很多都沒有暴擊 很多色沒有暴擊 沒辦法 微光無色 啊 好 你們要退路了 幫你測試 愛的西風 西布林測試 西布林測試 有大家在身邊 傷口就不會多 可是我搞不明白 為什麼西風這麼難抽 我大 冒險冒險 你也 西風金 金電也 好像只有三把 三把金一 都捨不得的金電 你看 碰雲你看吧 對 雷神一個大招吧 把一個小的 球給打掉 白白就 還剩下兩個沒暴擊 這倒光 硬實永恆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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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時間也是非常多 不是 這個精銳來襲不是 難打 雙口就不會痛 確認安全距離 咦 咦 手法是沒有的 咦 你們要退路了 換你了 無處盾倒 刺客 什麼 季滅之石 咦 達到最後一件哪一個 啊 老蕭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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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機關 就無非就是下落攻擊破盾 有個單手劍或者長槍或者大劍都行 迪路克的話也可以帶 但迪路克傷害還是差一點意思 這種情況下迪路克之類的火塞就不要帶魔女 千萬不要帶魔女的力 二弓加二弓都比魔女好 因為你根本打不了中發 事件套效我基本上是沒有 微光無射 雷神異異的還有加落攻擊 翻臉車下落攻擊也 也比較快 謝謝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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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臉車甚至可以蹦快 這電腦端的話是 後雨 我來保護大家 下落攻擊然後迅速接短 可以 就是 取消那個後搖 這裡也沒包機 當然 可能 下落攻擊加衝 衝撤也可以 喔不是 我不是很習慣 喔 還有短A其實也可以補一下傷害 所以是很低級版的 最好我還是壞為雷神 都一樣 可以等他笨差不多破了時候上爆 只有大家在身邊 小果子不會痛 我向之方 你知道 借鎖與下 是亂放大張 其實也不是亂放 硬是魚王 是可以疊雷神的願力 有 這裡就 滿心了 後面也是那個 尋覽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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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沒什麼好看的 想看就看吧 然後後面呢 這個小號我感覺應該是沒有什麼機會打那個卓越模式 我也不知道這個系列我還常出多久 這個困難模式應該還是可以打 11月的角色我以為已經拉到七子級了 雖然說天賦我是肯定不點的啊 我不可能拉的 六 保持這樣一個低配的狀態吧 角色是剛好可以進這樣 那 11月再見吧 這個應該 還會繼續跟的11月 這我感覺跟很多博主的攻略不太一樣 他們 要麼就是追求通關 要麼就是 反正的練度比較高這樣吧 我感覺我這個才是真正比較低配的 我打起來是沒有很大的難度 最多重開兩次就可以打滿 當然打滿其實比較功利啊 就是他沒有十字性的就是收益 你只是為了個面子 這打滿原始是非常簡單 就是為了個面子 為了這八個心理 卓越的話就是十可以驚喜 好啦就這樣了 大家拜拜 拜拜